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来学习杜甫的七言律诗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47页 在247页的下方,有这么一首诗 大家要注意它的题目,叫素甫 这个素就是留素的意思 那么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呢,大家可以看诸解一 因为杜甫在延武重新回到了成都当官之后呢 他也又回到了成都的草堂 那么延武呢,为了解决杜甫的这个经济问题 给朝廷上了一封奏章 然后呢,来表奏这个杜甫,那就推荐他 让他担任了这个简教公布园外郎 也就是延武这个杰杜甫的参谋啊,这样的一个官职 所以我们今天称的这个杜甫布啊,其实也就从这个地方来的啊 因为延武给他等于是请求了一个官职 那么这个延武的杰杜参谋啊,是杜甫的实际的职务 那么延武呢,这个职务叫建南杰杜史啊 这个杰杜史就相当于一个地方的军区司令 那么司令的下面呢,肯定他也需要自己的参谋班子啊 这个幕府中间的幕僚,其实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参谋班子啊 或者是这个策划班子,这样的内容 那么等于就是辅助延武的工作 在辅助延武工作的时候呢,杜甫就可以领一些薪水 那毕竟也是朝廷命官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那就是杜甫呢,就天天要到延武的这个将军府中来上班 可是呢,在上班的时候 每天早早的就要起床 晚上呢,下班的时候要特别的晚 第一个呢,杜甫呢,不是特别的习惯 这种特别规律的啊 这个早晨特别早起,晚上特别晚睡的生活 二来呢,就是因为晚上下班太晚了 啊,他的家呢,在成都城外的这个杜甫草堂嘛 因为离这个城还有一点距离 所以他晚上回家呢,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就只能实时留宿在延武的府中 啊,这也就是宿府这个题目的来历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借宿在延武的这个将军府里面 他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 实际上这个工作呀,对杜甫来说还是有一些苦不堪言的 一来是比较辛苦啊,长期的和家里人分割 二来呢,就是同事们的排挤也让杜甫特别受不了 啊,一开始呢,因为延武表奏他出来做官 他还是挺高兴的啊 觉得我可以为我的好朋友也出一点力了啊 也笑笑牢 因为毕竟之前被延武帮了很多的忙嘛 所以呢,一开始他还挺躊躇满志的 干了不少的活儿,可是呢 干了这些活儿之后 就因为他跟延武的关系不一般 那么这个幕府中间的这些其他的幕僚 也就是杜甫的这些同事呢 实际上都不是很高兴 啊,然后就禁禅言啊 排挤他呀 啊,然后特别的羡慕嫉妒恨呢 啊,因为他跟长官的关系好啊 凭后门他进来的呀 哎,这种事情人际关系上的小破事啊 特别多 所以杜甫呢,也不是很耐烦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相当于是百感交集 啊,对这份工作不是很满意 又很矛盾 啊,我到底是辞职呢 还是不辞职呢 啊,这个时候心情还是挺郁闷的 所以这首束缚 啊,就相当于是他这天晚上 又留宿在延武的家里面 啊,办公地点等于是值班呗 啊,孤独一个人住在这儿 其他的人都回家了 啊,长夜漫漫 他又睡不着觉 于是呢,就把各种各样 憋在心里面的情绪 用这首诗来反映了出来 啊,这就是他的一个大致的写作背景 那么同样的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整首诗的内容 因为里面有一些词啊 还是不太好理解的 我们还是要一一的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先来看内容 青秋木府井无寒 独肃江城蜡聚残 永夜绞生悲自语 中天月色好谁堪 风尘荏染阴书段 官塞萧条行路难 疑忍灵平十年事 抢疑七夕亦之安 注意里面的一些读音啊 这个中庭月色好谁堪 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堪是平泽两读 但因为在这儿要用平生来押韵啊 所以我们念成堪要好一些 然后后面的风尘荏染阴书段 也有一个版本叫风尘荏染阴书诀 因为断和绝实际是一个意思 所以也无所谓了 关键后面是官塞萧条 因为官塞就是指着这个官爱险阻 所以要用塞的读音 后面这个抢疑七夕亦之安 这个抢是勉抢的意思 所以要念三声抢 这是关于读音 那么读音解释完之后 咱们就来看一看 首先通篇一读 其实你很容易发现这首诗 和我们之前讲登高的时候 它有共同之处 开头结尾的两连也是队偶的 所以这首诗也是一个八句全用队偶的 这么一首诗 只不过是开头结尾的两连 队的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工整 有那么一两个字 可能不是非常的稳妥 就这么一点区别而已 那么开头就说了 青秋木府井无寒 给你点出了时间地点和环境 青秋就是秋天 因为这个秋天天气很成朗 很清澈 所以称之为叫青秋 木府呢 就是杜府上班和居住的这个地方 井无寒有住解 这个井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就是水井边上种着的梧桐树 因为院子里都会有口井啊 然后井边上种棵树 还有一个说法 说这个井啊 指的是金井 金井是什么呢 就是梧桐叶 它的叶子上面会有这个花纹 因为是金黄色的 又像个井 所以称之为叫金井 所以井无 指的是梧桐落下来的那个黄叶子 但无论如何 它到底是井边的梧桐树 还是落下来的黄叶子 都无所谓 因为都符合秋天这个季节 主要是后面的寒字 啊 井无寒 就给整个景色渲染出了一种孤独寂寞冷的 这么一种感觉 秋天啊 梧桐叶 寒冷的感觉 就这样的一个 然后第二句就写到了自己的经历 叫独肃江城 蜡聚残 这个江城就是指成都 因为成都城里面有锦江啊 从中间流过 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叫江城 凡是这种大江大河边上的城啊 都可以这么称呼 那蜡炬呢 就是蜡烛 啊 因为夜里了嘛 所以这个蜡烛已经烧上一半了 所以叫蜡炬残 然后作者还特地点名了 他是一个人留宿在幕府中间 所以大家一定记好了独肃这两个字啊 实际上是所有感情的发源地 然后后面两句大家注意三四两句是这首诗的名句 名在何处 一方面是音节非常的铿腔 情绪非常的饱满 另外一方面主要在他的句法上 啊 这首诗的句法很新颖 一般的七言诗 我们说是上四下三 前面四个字 后面三个字 这样的一个节奏 但杜甫的这首诗的这两句 其实他的节奏是五二节奏啊 永夜脚声碑 这个意思其实已经完整了 永夜脚声碑 碑在干什么 在自语 那后面又坠两个字 然后中庭月色好 实际上也是五个字 那么谁看啊 又提出了两个字的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你看是五二读断 所以这个句法上就非常的有特殊的节奏效果 让人感受到他的那种迷惘的心情啊 那么永夜就是指的长夜漫漫 这个长夜夜里好像永远过不去了 所以叫永夜 这个脚声就是城头上这个吹画脚的声音 因为当时的成都 我们知道周围有这个少数民族的作乱 还有地方的叛乱 所以即使在夜里也要有军队的束手啊 石螺啊这样的内容 所以这个时候 他这个号角的声音一直在城头上响着 而这个声音呢 又非常的悲伤 好像是这个吹画脚的人 利用这个音乐的声音 在那儿喃喃自语 所以叫永夜脚声碑自语 永夜脚声碑 然后自语 那么这种音乐上的这种悲凉的情绪 也感染了作者 然后他就提出一个问题 叫中庭月色好水看 那通行的版本 一般写的是中天月色好水看啊 但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天上有个明晃晃的月亮 虽然它的这个颜色很好 非常的美丽 但是又有水有心情去望月呢 啊 这个水看 实际上就指的 作者自己也不想看 为什么不想看月亮 因为我们知道 见月思乡啊 就看见这个明晃晃的月亮 就很容易想起自己的家乡 果然你看 前四句实际上主要还是写景 顺便交代一下 自己一个人在这留宿 后四句就开始转向了 人生经历了 所以情景交融 你看前四句是情 后四句是情啊 也是非常明显的结构 风尘人染阴书段 观赛萧条行路难 这两句是在概括自己之前的人生 啊 风尘人染阴书段 这个风尘人染都有很多种意思 所以我们在这也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 所谓的风尘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指的是战争啊 战乱 第二种可能 指的是官场上的啊 这种当官过程中的这种轻压 还有一种可能指的是 这个人生服饰中的一些啊 这个世俗上的引人烦恼的这些事情 都有可能是风尘 那么这个人染啊 同样也有很多的意思 咱们注解上给的这个其实很单调 那人染是时光流逝的意思 除了时光流逝 还有白白的蹉跎岁月 浪费时间 但除此之外 人染还可以指辗转迁徙啊 所以这个风尘人染既可以指战乱不息持续的时间长 也可以指我这个官职做得很不开心啊 世界上的事太红尘俗世太多干扰着我的心情 或者是因为战乱而迁徙颠沛流离 也可以叫风尘人染 那么我个人呢 比较认可的应该是这个战乱不止 或者是因为战乱而离乡背景流离塞外的 这样的一种思想应该是对的 因为后面说到了阴书段 这个阴书指的就是家里的书信和消息 那因为战乱不息 我远来塞外来到了成都这个地方 所以家里的消息啊和朋友的书信都已经收不到了 这叫风尘人染阴书段 然后官塞萧条行路难 就紧盛着上一句的中庭月色好谁看 是在写思乡啊 就是我想回家 但是千山万水啊 中间有这么多的重重关爱 而且一路上又是非常的荒凉冷落 于是我要想回到家乡 就三个字叫行路难啊 风尘人染阴书段 写自己的寂寞孤独 官塞萧条行路难 写自己想回家回不去 然后接着七八两句 继续总结自己 为什么就沦落在这个地方上班了呢 叫一忍灵乒十年事 抢一七夕一治安 这个灵乒这个连绵词实际上也有多重意思 咱们注解里的讲法 说的这个灵乒是什么呀 叫漂泊困苦 对吧 这在第五注解的第一行叫漂泊困苦的生活 实际上这个灵乒除了孤单之外 就是有这个意思叫漂泊流离 颠沛流离 所以此处就是指他离乡背景 在外漂流 为什么叫十年事 他是从安史之乱开始爆发 自己离开长安算起的 刚刚好到写这首诗的时候 正好十年 那一忍灵乒十年事就是这十年来的颠沛流离 然后抢一七夕 一治安 这个抢一就是勉强自己去移救某个职位 或者是移救某个脱身之所 这叫抢一七夕 那么一治安后面有注解是庄子中的一个典故 叫胶辽潮于森林不过一只 这个胶辽是一种小鸟 这个小鸟在大树林里头 只需要一根树枝 就可以做一个窝 比喻自己的这个栖身之地 那暂时就找一只树枝 我就能够安顿我的家庭了 所以抢一七夕一治安 说的就是我当官这件事 那为什么在阎武的幕府里做事 其实我是抢一七夕一治安 勉强给自己找点活干 来求得一个一根树枝一样的 这么一个安定的生活 所以你看这首诗主要表达作者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情绪 因为感情关系不得不做了这个官 但其实这个官他当的是非常的苦闷的 这首诗记住几个章法上的特点 第一个八句全用队友 第二个前四句写净 后四句写情 第三个就是三四两句 永夜绞生悲自语 中天月色好谁看 注意这两句的这个句法上的一个创新 这是这首诗的重点 那么整体来说 它的情感比较偏于个人的经历 主要在写颠沛流离 写离乡背景 写自己违背自己的意愿 出来做官的这种痛苦 所以实际上景色渲染的也是这种苦闷的 抑郁的孤独的这么一种气势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是这首诗真正我们需要把握的一个整体的情绪内容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还是来重新回顾一下整首诗的内容 咱们来读一读 好时间关系 咱们本期的节目就先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